道理愈讲愈明白 真相愈滑愈清楚 这里是《越讲愈有你》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愈有你》 我是紫鱼陈石头 今天继续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 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近日我们看到了美国有线电视网CNN 看到它的收视率 其实这一轮在黄金时段 都跌得非常厉害 几乎跌了一半 起码在近期之内影响非常大 之前石头看到了一个视频 在一个采访里面 一个人跟CNN的高层说 没有了川普之后 你们的收视率 就可能会跌到厕所那边去了 是不是这样呢? 今天请路桥来和我们谈一谈 究竟美国的媒体和这些自媒体现在的情况 是,CNN当然都很出名 全世界都知道它 有很多不在美国住的都看它 看得多就很惨的了 最近有一个大家在媒体界 大家都很注意的新闻 就是刚才石头所说的了 它就是在1月25到29日这一周 跌了44% 差不多半了 前一段时间 在选举争议很大的期间 我们知道霍氏新闻又跌了40% 那这些本来都是很明牌的媒体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刚才石头就说 他听到有一个人不断说 川普走了之后 CNN会跌到 自己都不知道跌到哪里了 其实就说川普自己 在2018年已经说了 他就说这些假媒体 他叫他们去假媒体 就快疯了 他说他们没有理性了 川普说看到他们 就是对很多无辜和正直的人 造成很大的伤害 他说到我不在位的时候 你看一下他们的收视率 一定会没有了 他们会消失的 这个就是川普2018年 他尿事如神已经看到了 但是美国有线电视这个CNN 在去年大选期间 的确是威过一阵的 那个月跟2019年的11月比 他就是多了135%的收视率 但是川普离开一个礼拜 他就跌得这么紧要了 不只是他跌 另外就是MSNBC 也是三大 本来是收视率最高的媒体的其中之一 也是在川普卸任之后的 第一个礼拜都跌了20% 20%其实都不少的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还有什么节目 或者有什么事件 来教他们的收视呢 现在来说这两个大媒体 在心里面都会很开心的 因为他们知道川普下个礼拜又会弹劾 在国会被弹劾这件事 又是他们的机会了 所以他们觉得没什么所谓的了 下个礼拜我们又会升上去的了 一旦有川普呢 特别是有川普不好的新闻呢 他们就非常开心了 因为真的就是他们的收视率就会上的了 那我们看看是否了 下个礼拜看看是否了 多数都会是的 如果那些收视率真的靠这样的 炒作才有收视率的话呢 我想这个电视台或者这个媒体呢 都挺可悲的 过去这么多年来呢 不只是2016啊 是2015年 川普要当时的决定是要参选的时候 就已经这些媒体就铺天蓋地攻击川普 唱衰他、笑他、抹黑他 做假新闻来去陷害他 就是这些我觉得是个事实来的了 你如果不信的你就去看看他们的 已经是封存了的那些 你去查就查得到 全部都是这样 那四年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呢 的确就达到了混淆视听的目的了 到最后呢 是全部负面的 你去看这些新闻 是全部负面的 这些不只是CNN那么简单 NBC、CNBC、ABC全部都是 特别是CNN 就是全球的影响力都很大 比如在台湾影响力很大 很多人一看就说看CNN 有些人说我没有工作 我就开着CNN来学英文 那就很惨了 他们因为在全球的影响力大 所以他们的新闻很多时候 就是牽动了全球的其他人 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所以你会发觉 比如在加拿大 百分之八十几个人都是不喜欢川普的 为什么呢? 他们所有的新闻来源就是CNN 特别是美联社 美联社也是跟他们一样的 发放这些信息 所以我觉得川普真是命很大的 他真是命很硬的 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简直将他包围的情况之下 他仍然是 他这次选举里面 是拿到七千五百万的选票 这个肯定不是最真实的 如果真的事情 有一天到明朗化或者完全真相暴露的时候 他的得的票一定是多过七千五百万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些媒体都觉得自己 就算是赢了 煽动了这么多的仇恨 但是都是没有办法赢过川普的 在他们内心都是有一种遗憾的 我相信这是我说的不是他们说的 而他们这些媒体付出的代价 就是他们已经没有了公信力了 没有公信力不是我说的 就是Gallup就是这个概洛普 2020年的9月底 就做过一个很详细的 一个媒体的公信力的分析 发觉40%的美国人 不管他们是什么党派 他们仍然相信媒体的 百分之40%里面30%他们认为都相当信的 但是有60%是不信的 百分之33%的话 我一点都不信 就是有三分之一的人 在美国人是一点都不信的 当然这些人就以共和党比较多一点了 因为共和党就是保守派 它是保守的 他们觉得这个媒体完全都不代表他们 说的东西永远one-sided 就是很帮助民主党那边的 他们经常觉得自从2015年到现在 没有人帮过他 没有人是表达过他们的心性 没有人是将他们认为是可以 就是有时觉得是好的消息 说出来 永远是打击他们 他们打击川普就是打击他们 川普就很特意了 他就是星期四 今天星期五就是昨天 他就写了封信给这个影视工会 因为影视工会很差 就是要把川普踢出他们的工会的会员 因为川普以前都是媒体人 他参加过很多的制作 和参加过很多的show 他实际上是现场 就是他有很多的作品 其实他1989年已经参加了 已经30多年了 但是现在工会就说要除他的名 他非常生气 写一封信给他们说你去除了够了 我根本不在乎 接着他就说了很多东西 其中就说到媒体了 他说我帮了媒体多少 你们知不知道 CNN、MSN、BC 全部是靠我的 我只要我发一个推特出来 我说少少东西 我有什么政策 他们全班全班这样去报道 当然是负面的了 意思是说他不是我的话 他们有什么可以报道 还有我帮了他们增加了几千的职位 没有了我 他们根本没可能存在到现在 他们本来就已经毫无生气 是因为靠我 所以说到这里 我又说回川普昨天的封信 也有提到媒体了 昨天也有另外一个新闻 就是CNN的总裁 叫Jeff Zucker 他就辞职了 他就是2013年加入CNN的 他就说了一段说话 他说现在整个行业就变得很紧要 我们的公司也都变得很紧要 我有很多事情要想一想 让我感觉他是知难而退 就是知道现在已经跌了44% 之后就是在第二次谈刹下的星期之后 还会怎样跌法 没有人知道的 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总裁 或者任何一个最高级的行政人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留不下的 第一你的业绩 特别是一个商业社会 你的业绩就等于你的 你的performance 你的成就或者你的表现 你自己都过不去 就算你自己过得到 你的党事局都不会被你留得久的 一跌跌了50% 所以他现在知难而退了 但是其实CN这个对川普的攻击 是被真相工程爆过的 大家都知道真相工程 他们有一些秘密的调查的记者 曾经爆过 最近都爆过这个Facebook的 这个爆料大概是2019年爆的 当时他们有一个暗钟 就录了一段这样的视频 就说到那些员工就非常之不满 就是说现在整间公司 就是左派大本营这样的 对某一个人是非常之善情的 同时打来打去都是打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就是川普 另外他有一个经理叫做Patrick Davis 他在CN做了25年了 他很久了 很资深了 他也都说过一段说话 也是2019年的10月说的 他说真的很可怕 CN以前不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来说就是 就是整天都是很多的 就是opinions 就是他很多的意见 很多人发表的一些看法 其实这个新闻机构来说 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那个功能 就是将新闻原本本的呈现出来 就是没有个人的意见 评论就OK 好像我那样我评论 我和石头一起评论 评论里面我们可以带有我们个人的观点 因为说明是评论 但是那个新闻来说 你是没有可能是全部带有观点的 所以CN都不是说别人去冤枉他 他们自己的员工都是这样看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说 我这次又做了一个实验 因为这次川普他第二次受弹劾 那我就是订阅了一些 就是比较是右派的网站 或者右派的作者的一些 一些的报纸文章 什么都好 那我收到了那些 我看得到很好 他们写得很好 那两面都呈现 他们是有立场的 他们是比我感觉 他们是比较支持川普的 但是他同样将另外一面的意见 是原原本本地拿出来给你看 就是说川普的律师 就说川普今次你绝对不可以谈论 他因为你不合宪法 根本你不合宪法上的规定 你不可以谈论一个已经离任的总统 还有第二件事就是川普所说的 是受第一修正案 就是言论自由保护的 这些事情很多律师不同的情况 都是这样写的 那我收到这些这样的文章 全部都是网上网上的 我订阅网上的 那我特意去用我们经常用那个引擎 去查一查 究竟这些文章有没有加入 结果没有 一篇都没有 全部都是《华盛顿邮报》 《CNN》什么 全部都是阻媒 而我认为是 就是非常专业 非常中立的这些媒体 是一篇都没有被这个搜索引擎 将它加入的 所以你看一下 你不要以为你去Google 去做这样做那样 你拿到一定是最适合的信息 大把信息你是拿不到的 我也曾经记得石头说过 他们的Google Translate 翻译的Google Translate 功能也有陷阱 回到中 中变成了另外一件事 所以大家真的要很小心 那说回西方的媒体 其实几年前我都觉得这个 这样的他们本来的宗旨 我不会有任何疑问的 因为我觉得一直以来都应该是这样的 一直以来都是我个人的信念 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第四权 媒体的第四权指的就是 立法、行政和司法 这三权之外的这样的权利 不是权力是权利 本身没有什么人给他什么权力 但是他一个权利在这里 他是利用新闻自由这个权利 就对政府的政策 他们的行为是监督的 经过这种监督 就制造一种制约的力量 就是去监管他们 主要他就是为了 一些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大众 就是发声的 特别是西方的新闻 本来就是这样的 没想到现在正确相反 那老乔知不知道 为什么发展成这样 本来和民众发声的 现在反而是压榨民众 我想随着很多的网上发展 各方面超越了以前很多的传统方式 一篇报道 你不会再用报纸去引的了 你可以引 不过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视频 或者你变成一个听频 或者你变成一个podcast 这样的channel 很多方式将这些的新闻 是多元化了这样去呈现出来的 再加上社交媒体的发展 就变成现在这第四拳 这个媒体加上社交媒体 就越来越权力大到不得了 再加上跨国公司的投资 大家要知道CNN是AT&T投资的 比如说再加上这些社交媒体 它本身是跨国的 它说明是网上去哪里都去的 所以这个权力就大到不得了 但是其实媒体对我们 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是靠这些媒体 来得到资讯 它们是我们的资讯的来源 它也会影响我们对某个事件的看法 从哪个角度去看它 所以如果它是很有技巧的话 它都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判断力 和我们的情绪的 如果你看到CNN 一天都要看《Washington Post》 你只是看CNN 看《New York Times》 你再听一下其他人的评论 你听不入了 你说不是这样的 世界第一流媒体都是这样的说法 不是像你们这样的说的 所以它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 但是由于我刚才所说的 它们的第四权 它们有跨国的成分 有全球的成分 有大企业去支持它的成分 所以它们变得越来越复杂 很多时候为了达到目的 开始就是真的挺而走險 你看看 有关川普的 它的新闻是有真的 有少少真的 有时候有些真的 如果说川普衰的就是真的 比如说 他在Florida 他那个庄园 不让他住那些 他就报出来 有假的 有半真半假的 什么都有 有全部是这样做出来 没有那件事 做出来 什么都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很激化矛盾 因为支持川普的人是很多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是一个支持川普的 我是一个保守派 我见到你们报的都是这样 我永远都不会再看你 我见到你都恨的 如果我的邻居 一天跟我说 CNN如何 WASHINGTON POST如何 川普如何 我对他们都可能有看法 就是这种激化矛盾 在家里都可能会有的 其实这种情况 不单止是西人 唐人都很多的 第一代的唐人 和在这里出生的唐人 就是因为看媒体不同 他们所知道的资讯完全不同 那我们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 都是听我们的观众朋友 是这样说的 那这个本身就是事实 所以看得多的话 哇 真是被他读外的 那我们就说 现在为什么 那些媒体 刚才我说的原因 那就是他们有很多原因 除了刚才说跨国 很多大企业 去收购他们之外 就是在现实里面 的确我们这一行 就是媒体这一行是越来越难做的 那在美国呢 就是那个报业 特别是卖报纸 那些根本就不需要买 那样的了 就是不需要做那样的了 从2008年到2018年 就是这个 这个是比较旧的数据了 就是差两年而已 所以说 新闻从业园的人数 已经减了47% 就是10年间 少了一半的新闻从业园 那些报纸就是倒闭 那广告呢 就下跌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很多时候 就没办法真的不靠大企业 去支撑他们 那很多记者呢 因为他们 现在新的记者 也有一些 已经很久了 但是新的也很多 慢慢加进来 在他们的新闻学院里面 是很左的 就是整个的 美国的大学 他们的研究院 我想找一个时间 我们来讲讲 美国的教育制度 是很左的 所以他们天生出来 他就是不会喜欢 这些传统派 不会欢喜福音派 不会喜欢共和党 因为共和党都是这些人 在这些记者眼中 这些人是落口的 他们是在乡下的 有信仰一天 就说了一些 不知是受到上帝 什么的 他们是用这些眼光去看他的 这个典型的 好像上次 路翘讲到了 他看到的留言方面 讲到了 我们有法院 我们有学校 我们有这样有那样 就是这样搞出来 另外 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发觉 恨川普的市场 大到不得了 如果你恨川普 你多写几篇 个个都跟着恨 你继续写 那些人就越来越 跟着你 原来恨川普是一个市场 很大的市场 很大的市场 不做不行的 我们一开始 刚才都已经说了 下个星期又有市场 因为又说到要去弹劾川普 按照你这么说 现在媒体的这个作用 或者是他的公信力 或者是他監督政府的这个作用 其实是不存在的了 已经 正是仇恨的 法事件 现在来说 已经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第四拳已经是过了界 而我们看不到这个社会 有没有什么力量 可以去监管他们 去制衡他们 没有 而且前一段时间说到 宣布要坚决地过这个230条 主要是制约社交媒体 都遭受到很多很多的反对 在这个主流媒体所谓的情况之下 这样的情况之下 新兴媒体就很多了 雨后春春那麽多了 我想各位 如果你们经常都是看YouTube 你都发觉 很多很多不同的YouTube 给大家去选择去看 但是这些YouTube里面 就是我们的观察 也都算是行内人 就是我们觉得有很多是很煽情的 有些是假的 有些是阴谋论到不用恨的 为什麽会有这麽多乱七八糟的 这些这样的制媒体出现 它有市场吗 那它们自在 我想一个目的就是 它保持着大家去看它 它点击量高 那它YouTube的收入就高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一盘生意来的 反而有一些的媒体 就是被停了收入 仍然要出来做的 那这些媒体你们要 真的要尊敬它们 因为本来做这一行 就说钱是很少很少的了 它们没有它都要出来 那你看一下它 为什么它没有都还要出来 还有你跟他们所说的东西 他们的评论员也好 他们的新闻报道说 他们说的东西里面 你觉得它是不是正的 你再听一下其他的 你听一下其他的 哇 是的 人家都有讲这一样东西 不是无中生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力 就是网友自己的判断力 都是很重要的 中国人有一句话 就是兼听执名 就是说你多听一点 你就自己的判断力 就会强很多 这个的确是这样的 最怕就听到一边 听一听一下 你就可能被人洗脑 你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有时候都是一件好事 就是自媒体有很多的 新闻报道很多 大家就去听一听 大家听不同的 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 所以暂时来说 我觉得就是这样了 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 言论自由和言论被打压 相线并行的一个世界 就看看以后怎么发展下去 作为媒体来说 中肯和真实的报道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金督政府方面 我们基本上的重点 都会放在美中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一举一动 其实是影响了全球的运作 所以我们会继续关注 亦都会将真实的资料 和大家说 当然疫情的问题 我们亦都会和大家跟进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还未订阅的话 就请你点击右下边订阅 顺便点击小铃铛 我们每次有新的节目的时候 都会通知你的 这里是月港月有你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